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小Z 我写的新书 谁养出的魔鬼 在各大通路已经上架了 如果再快能够下单 还有特别礼物 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多多支持 每次杀人案发生后 凶贤总是会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要如何逃避追查 过去讲过 容施 分施 焚施等毁施方式 或相诗代诗等等弃施手法 都是为了掩盖死者身份 而今天要讲的这个凶手 有多残酷 绝对是台湾史上前所未见 接着就跟着老Z 回到案发那一天 新竹大学路偏僻草丛 经见无连女尸 手脚遭玲瓶神捆绑 先遭性侵后杀害 姨妈遭妇声喊冤 凶贤近视林家大哥 一片树叶一段神 戳破恶狼狡猢谎言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变态剥脸狼 性杀小燕子案 时间回到1994年4月10日 在新竹一名夜姓民众 一早出门遛狗 却停在大学路51项的草丛前 因为昨天这些狗也停在这 怎么喊都不肯离开 这天他也靠过来看一看 去看到他有生以来 最恐怖的景象 在新竹市大学路附近 一处偏僻的草丛中 脸上的皮肉及耳朵 都被人用利刃沿头颅边缘 完整的撕下 手法相当罕见而狠毒 双手双脚都被捆绑 脸部宛如骷髅 脸皮耳朵血淋淋的 全被利刃给割下 从左边到右边 然后从耳朵下面到下巴就这样割 就直接把脸皮割掉 连警方到场都惊呼 这是他们这辈子见过 死状最凄惨的尸体 因为他脸上的皮跟肉 以及五官鼻子耳朵等等 全都被利刃割了下来 新闻一出震惊社会 当天下午失踪的家属 立刻就前来认识 国中一年级的女学生背景单纯 却被人以狠毒手法杀害 又被弃失在离家20公里外的地点 尽管没了脸皮 面貌无法立即辨识 但警方还是推估出死亡时间 大约在三天 而且死者年纪只有15岁上下 这时警方立即针对地缘关系 清查了新竹县市内的10中人口 死者身份第一时间就被确定 是一名还在就读国中 一年级的曾姓女学生 这时警方都称她为小燕子 生活单纯的国中女学生 竟然遭到剥脸皮 隔耳朵 宛如酷刑般的对待 又被弃失草丛 可见凶手何其的凶残 死者是14岁的曾春燕 新乎国中一年级的学生 警方立即询问家属 她的人际关系 发现她就是个单纯乖巧的女孩 除了上学几乎足不出户 从她身上只穿着轻便服装 加上还把客厅旅门上锁 铁门拉下一半 不像是要出远门 找不出她失踪的线索 而从侧边脸部下了好几道的 痕迹研判 凶贤并没有专业医学背景 很可能是临时起义的 毁尸手法 警方从剥脸皮的手法 一度怀疑凶贤有专业的背景 但经过法医杨日松的相验 确定小燕子是在死亡后30分钟内 就被利刃剥除脸部的皮肤 而且用的还是美工刀 在上相的时候 我就跟小燕子讲说 小燕子 你要让这个叔叔 能够顺利帮你破案 那我一定会全力地 把你的这个脸皮给追回来 让你保持这个全尸 歹途了凶残 警方震惊 家属更伤心 为了揪出凶手 据说当时女学生的姨妈 在家像是着了魔般地 被死者复生 在场的亲友全被吓了一跳 小燕子的姨妈在案发当晚 突然自称被小燕子复生了 要申冤 说自己被一伙四人 如种性情杀害 他们现在躲在高雄骑山 一处度假别墅的第一间 又来载她的白色轿车 改期成了黑色 连车牌号码都清楚说了出来 结果真的有这么灵异吗 关键目击者此时出现了 最后警方根据家属提供了资料 锁定死了邻居的邱姓男子 而他自从小燕子失踪后 就消失无踪 被警方列为重要关系人 被警方锁定的嫌犯 是28岁的邱俊雄 身高约160公分 只有国中毕业 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他被邻居看到 4月7日下午2点多 将小燕子骗上车载走 警方透过好友传话 直接问他是否就是杀人凶手 他却坚决否认涉案 还说他正被仇家追杀中 也不愿出面澄清 警方于是请亲友切断金元 逼他出面 终于顺利逮捕了他 巧合的是 这天是小燕子的头七 经过两天两夜的捐听 14号凌晨警方靠着一通电话 终于在桃源火车站附近堵到了他 警方专业人员在案发后 总共搜索了 新峰湖口山区和新竹市大学路气势现场 结果找到了死者钥匙和拖鞋等证物 凶嫌邱俊雄是抓到了 但对警方的考验才开始 因为狡猾的邱俊雄若往后说的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就连27年办案经验的老刑警也被他耍得团团转 甚至他早就想好了几套的脱罪说辞 第一个版本他是要把这个罪推到他的女朋友 真性的女朋友的身上 这个女朋友要帮他出气 请他把被害人拐骗出去以后 由这个女朋友找人下手 当初是想鲁人勒俗 向被害人家人勒索20万元 嫌犯用来剥下脸皮的凶刀则仍在找寻中 能找到钥匙跟拖鞋 邱俊雄都推给是正性女友说的 但当天女友仍在淡水 晚上6点才回到新竹 小燕子则下午就失踪了 而实际上邱俊雄反而因为女友 向警方通风报信才被逮住 他只是想把女友给拖下水 这个人的心眼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他知道警方一定会找到他 所以说他已经在构思 第一个版本第二个版本 准办的远景立即找来女友对职 邱俊雄的谎言马上被戳破 扯谎一流的邱俊雄并没有放弃 又把罪全推给的一名桃园地区 通气再逃的抢级要犯增进到 说他是花了8万元请他去教训小燕子 他原来是希望说能够在 阿明这个地方就中止掉 因为他把这个案子全部推给阿明 而且阿明是一位多年的通级要犯 桃园警察局都抓不到他 所以说他希望利用这样的一个空间 去拖延这个时间 决案人员在桃园同时逮捕了枪戟药犯增进到 起出三把知识手枪 初步证实和命案无关 或许是小燕子的头机显灵 通气了一年多 抓都抓不到枪戟药犯增进到 才一天的时间 15号凌晨就被警方洒出去的警网 在桃园三明路一处的民宅顶楼给抓到了 还起出了三把知识手枪和子弹 专案小组杠上开花一按两破 邱俊雄又摆了警方一道 最后无计可施只好扶手认追 邱俊雄各种瞎掰 还说自己因为前阵子车祸伤了脑 就是不愿意说出真相 因为在当年性侵杀人是唯一死刑 他想尽办法要脱罪 但警方找到了科学证据 让他无法再狡辩 这一位是凶险的照片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以他的身材 还有他你看非常的沉着 非常的冷静 而且非常的凶狠 非常的冷血 在整个正办过程当中 我们有发现他的脑袋瓜 非常的清晰 脑筋非常的好 我们之所以突破它 是靠一片树叶 跟一小块的 一小段的这个泥浓绳 就是在 右座那个地方 有找到一小段的 红色泥浓绳 跟被害人身上所绑的 这个泥浓绳 香蕾桶 在后车厢里面 我们找到一片树叶 当时被害人所沉溼地点的 那个地方 所落下来的树叶是雷同的 它的后头有血迹的一个环境 车上这片树叶是常见的恰杂暴 也就是咸蜂草 从他裤子口袋也发现与现场相同的土壤 而死者下体有惊异反应 种种证据都让他无法反驳 只是他为何要挑邻居下手呢 邱俊雄向警方供称 4月7号下午 他看到小燕子独自一人在家 便打电话骗说 他的姐姐发生了车祸 要带他去医院 就以自用车先带他沿着滨海公路 再到南鸟鱼港 晚上7点左右就将小燕子 带到新竹市的大雪路上 这是色欲熏星的邱俊雄 就在车内将小燕子性侵害 救命啊 邱俊雄逞完秀玉后 用寓藏的尼龙绳将小燕子捆绑 一边开车一边思考 该怎么阻止警方追查 最后一不做二不休 用胶带由下而上 把小燕子的口鼻都贴住 再掐住他一段时间 放在车上打算让他窒息 后来发现没死 他敢用塑胶带套在头上 也因为没有密封又失败 第三次他用一件黑色夹克的袖子 将他紧紧雷毙 他非常的沉着 尸体放在车上 他还能够去吃了一碗面 这时候他就想到说 要如何去丢弃这个尸体 他那时候的动机有两个 他的指纹要如何驱除 第二个就是如何让小燕子 不要让人家认出他的身份出来 因为担心小燕子脸上的胶带 会留下指纹 以及面貌会被认出 邱俊雄才模仿起电影的情节 在大学路驾驭站的马路旁 用附近宾馆的霓虹灯照明 用美工刀割脸皮毁容 最后尸体被他弃置在大学路 五十一项的草丛堆里 这样子就走边割 然后再割 从耳朵 他把耳朵全部都割掉了 然后再到下巴这边来 先割了以后 然后拉着脸皮 慢慢把它削掉了 对于这小燕子的家里 怀着满腹的仇恨 为什么要杀人呢 他变称是因为小燕子的哥哥 曾经骂过他是一个窝囊废 让他怀恨在心 打算惩罚小燕子报复 却突然性欲高涨 变成性侵杀人 而对警方跟家属来说 死要全尸才能安心下葬 脸皮丢在哪里 邱俊雄诡异的打死不说 凶手找到了犯罪的激证也一一被巡获 15号下午警方宣告破案 但唯独被割下来的脸皮和耳朵 没有找到 强奸杀人是唯一的死刑 其实他非常清楚这个部分 邱俊雄抓住警方几日 找出小燕子脸皮的弱点 一而再而生地耍警方 一会说脸皮在桃园的杨梅 一会又说脸皮在虎口 连续几天带了警方游山玩水 直到最后脸皮还是没有找到 带着他到山上去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指说 在远远的大概100公尺的一个茶园 那棵树下的那一排的茶园 可是他埋在什么地方 因为夜间他不晓得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也拿了铲子 我们临时又去买了香跟名子 到现场去烧 那我们看得出来他非常非常的虔诚 那你跪下来跪拜 痛哭流涕 我们就受他感动 就受他感动 又他第二次就跟我们讲说 是在另外一个山头 一个山谷 大概有六七十公尺 就这样一个铺开下去 他就拿着这个一块石头 然后就往这个山谷丢 他当时是把脸皮装在一个塑胶套里面 然后往这个山谷这么一丢 又随着他这个石头掉的这个地点 我们又下去找 那这一次是在新浦的一个垃圾场里面 那因为已经隔了好几天了 我们还是不气脸的 就在这个垃圾堆里面 这样逐一的逐一的这样去 小燕子最后仍找不到脸皮 无奈带着残缺的尸体 告别这个世界 而邱俊雄被法官痛批 手段残酷 其行可诛 罪无可患 有永久与社会隔离之必要 判处死刑 在一年内三审定业 随即枪决伏法 可能是日有首思 日有首梦 曾经有一天晚上 三更半夜的时候 我就梦到说 这个小燕子来找我 他说 叔叔叔叔叔 我的脸皮就在你的床部下面 我听到脸皮 我们就 也起床 就在床部底下 在门捞了一下 薄皮屠夫邱俊雄 精明又狡猾 充满戏剧性的过程 不输给刻意排练的电影情节 在证据确凿下 邱俊雄即使再聪明再刁蛮 把戏也有用尽收场的时候 枪决伏法后 只是脸皮仍旧没有寻货 这些都是当年警方至今最大的遗憾 邱俊雄在枪决前夕 张忠辉曾到狱中见他最后一面 他只说出脸皮用塑胶袋包着 丢在新竹的某个山区之中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剥脸皮这样的酷刑 国内外都有发生过 嫌犯的心理状态都很难跟变态两字切割 而邱俊雄没有前科 却能在犯后冷静誓词狡辩 究竟心里栖息着什么样的魔鬼呢 我是老Z 我们下集见 真意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老Z的第一本新书 《谁养出的魔鬼》正式出版了 实现台湾真实犯罪 平凡小人物如何骤然黑化 带你一探杀人事件幕后故事 现在各大通路及快点购网站 赶紧手刀下单